14號中午11點25分 新竹空軍基地一架換向2000戰機 在執行任務返航過程中 墜落在台東外海實體處 戰機駕駛黃崇凱忠孝彈射跳傘 國防部立即派出搜救人員趕往現場 並且由黑鷹直升機救起了黃崇凱忠孝 緊急送醫檢查 空軍司令部已經組成專案小組 赴台東制航基地來離去事件的原因 救護車急忙得將剛跳傘逃生的 戰機駕駛送入急診室進行檢查 近日中午一下換向2000戰機 在執行完任務返回台東制航基地的途中 疑似因為戰機出現機械問題 墜毀在日本的外海實力處 戰機駕駛黃崇凱忠孝 順利彈射跳傘 並由國收中心派遣黑鷹直升機 以吊掛的方式將他救起 並送往台東馬街醫院進行治療 目前飛行員並無大礙 正在醫院持續進行檢查以及觀察當中 而空軍司令部下午召該記者會表示 戰機駕駛黃崇凱忠孝 在訓練返航的過程中 用無線電回報機械有發生故障 但詳細原因 人需要將戰機打撈後 才能夠界定是哪個系統出問題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 edel 元 二十來 陳吉林 國賓佛 華ок佛 阿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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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